一个像这样的画面,产生的方法我刚刚提到 第一个先切到哪里 先切到我们的那个 这个visual basic里面的什么,按右键 把它插入什么,插入 制定表单 另外当然刚好同学问几个问题 同学就是好像有 这个不小心关掉,这个不小心关掉 或者连这个都不小心关掉怎么办 其实很简单嘛,检视里面 上面这一块叫专案总管 下面那个区块叫做属性,这个 这个左下角这个叫属性视窗 如果说属性视窗把它挡住的话 没有关系,你可以把它往下拉一点 这个这条线可以上下拉 然后这边这个叫工具箱 工具箱呢 你可以 点一下 特别说如果你点这边,它这个按钮不能按 你点这边 按一下工具箱都出来 或者如果你不从这边 按这个按钮 其实在 检视里面也会有个工具箱 一样嘛 所以特别注意 以后呢这些功能不见的话 你可以从这边去做 相关的设定 OK 所以这边 大概注意 因为这还蛮多同学 会有遇到 类似的状况 因为 对这个环境不太熟悉 另外还有遇到什么状况 我不知道为什么 有同学就是 突然这个东西 换了地方 比如它可能放到上面去,不小心变成这样 或者不小心这个变成这样子 面目全非了 有没有 OK 像刚刚就有同学这样 这样可不可以用 这样还是可以用 只是你用 我是觉得用不习惯 那怎么办呢 你如果把它关掉重开的话 会不会正常 其实 一样 还是 这样子 它因为固定了 所以怎么办呢 很简单 这个也不是书上能写 如果要写书 这怎么叙述 第一个你要怎么样 把这个东西 可以把它搬出来 它可以浮动 有没有 按住哪里 按住上面这个 就是专案的这个 黑黑的 深色的地方 按住不要放可以拖拉过来 那如果你要把它搬回去的话 有个技巧 就是特别注意 你搬动它的时候 你的 你的滑鼠箭头 就移到这一条 就是这一条 它的这个线的上方 就可以了 点住它 移到外面这个框框 这条线 它会变成有一个虚线 变直 有没有 好像有一个虚线 直向的 放开 它就恢复了 OK 一定要是在那个位置 OK 像这个我刚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弄 不过后来为什么发现 这我也是弄了好久 也是一样 因为有同学问我 老师为什么这样 怎么办 搞不定 后来发现 原来有这个地方有个机关 这样可以把它恢复 再来的话 检视属性 属性在这里 如果不OK的话 一样 把它移到这边来 放开 不过它好像 跑到那边 这上面 如果你把它 再放到它上面 糟糕 它有要乱试 有了有 就放到它下面这边就可以了 OK 好 如果等一下没有状况 你们就不要乱弄了 因为到时候我怕你 弄不回来就麻烦了 OK 大概知道就可以了 它其实基本上就是可以浮动的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 就把 刚刚的部分 其实特别注意 我主要是利用刚刚 这几个是用这个label 然后放过来之后呢 去修改 修改 有没有放上面呢 改它的 Caption 姓名 有没有 改它的 FORM 底下有个FORM的属性 所以这边可以往下 这个FORM 点它之后 点这边有没有 这个点才会出现 如果你们要点FORM 它那个点不会出现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字大概放16号字 OK 做好一个之后 再把它复制 并且利用什么呢 利用那个 选取上面 这样选 然后用格式里面的对齐 对齐主控项 先选到那个 是 叫主控项 你会发现 主控项它有个特征 什么特征呢 就是它的 这个 边缘的这个 颜色是什么 这空点它是白色 其他的黑色 那你会把格式里面可以 对齐 主控项的左缘 那么OK 这个 间距的话你可以设为什么 垂直间距可以设为相等就好了 再来就 这个小A小B是Test Box 这个可能要设定一个什么 它的字的大小 FORM Color FORM的那个 Size 把它改成16号 再来这个的话 就是这个 Command Button OK 其他也是改Caption 然后改一个 底色的颜色 然后改一个字的 字的颜色 FORM Color 然后字的大小 也是一样改成16号字 最后的话你就再调整一下 这个什么 这个表单的大小 它这个可以 大小自己再调一下 最后如果OK的话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 让它启动 那启动的方法非常简单 你游标点一下这个表单 点一下 不要点这边 点这个表单 按一下上面的执行 它就显示出来了 不过呢 如果将来你要让人家去执行的话 你总不可能说 请你到那个 Visual Bay的环境去执行 但不可能 所以我们会需要什么 我们会需要有一个按钮 假设我今天需要有一个按钮 在这边 名称叫启动表单 当我按下这个 按钮的时候呢 把这个表单给启动起来 诶 这要程式怎么写 特别注意 你要一个按钮的话 就是一个sub 按钮就sub 所以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假设我要启动它的话 那我就直接 1 先再切回到module里面 我程式写在 写在module1里面 然后2的话呢 我在这边插入一个 程序 sub OK 名称的话 我叫启动表单 OK 所以我就 启动 OK 意思就是我要把那个表单 给 呼叫起来 OK 按确定 这边空白把它拿掉 OK 启动表单就出现了 再来的话呢 我要把他 叫出来的话 程式非常简单 他 这个表单名称叫什么 如果你没有修改的话 他的name预设是userfone1 所以 你就 他如果未来你可以改他名称 如果你不改的话 他叫userfone1 所以 程式只有一行 就是 这边先按个tape键 把他的名称叫userfone1 有没有 后面加个点 帮我显示出来 显示就是show 所以你打一个s h 有没有 他有个方法 绿色的嘛 show 这样子 就完成了 有没有 启动表单的sub 然后呢 userfone1.show 然后把它执行 有出来了 如果说你要让他 变成按钮的话 一样嘛 我把这个按钮复制了 然后直接贴到底下 用这个来改好了 然后把这个清除框线这个往下拉一下下 复制这个之后的话按右键 重新指定聚集 为什么呢 启动表单 有没有sub 然后呢 把这个名称呢 把它改成叫启动表单 好 这个时候的话呢 那我就直接点他一下 表单启动起来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大概就里面几个 这个地方稍微把 表单先做出来 不见得一定要照我的那个一模一样 你可以自己 选你喜欢的颜色 然后大小也可以自己调一下 不过尽量就是不要差太多 再来的话记得在哪里 在表 在模组里面 写一个sub 反正以后你只要想到是按钮的话 就是一个sub 然后呢就是 userphone1.show 然后启动它 就OK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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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